妈妈 妈妈 起床啦 起床啦 妈妈 帮我做早餐 要不我就知道了 睡过头了 妈妈 看你全体好像不舒服 是不是生病了 没事 可能着凉了 你先去收拾东西 我马上给你做早餐 对不起 同学 我帮你带钥匙了 我买了早餐啦 吃早餐啦 颜松 吃早餐啦 你妈干嘛呢 你大早上能干嘛呢 饭钱早贵的 我有点不舒服 找点药 你这脸色 我瞧瞧 你发烧啦 早早 跟你去医院 不用 我吃点药就行了 那先吃完早餐再吃药吧 要么伤胃啊 又欣脆夭呢 豪 来浴身 你尿烦 你云阻监 很避免 流浪狗 好 知道了 我马上过去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不知道是谁 放在宠物店门口两天流浪狗 我过去看看 你还发着烧呢 你以后吃完药了先睡一会儿 宠物店今天我去 不用 你照顾炎卵就行了 我去宠物店 行 我说你怎么那么酱呢 你妈是不是工作狂啊 走吧 吃早餐 年朗 好 我知道了 不用担心 好好上学 我一会儿去宠物店看她 好的 小鬼 就你鬼主意多 来 喝我的 喝了 喝完了 送你上学 完了 妈妈 你带药了 宠物 你们主人呢 叶苏 你怎么来了 燕朗跟我说你生病了 她很担心你 要我来看看 看医生了吗 我没事 可能就是有点着凉吧 怎么会有两只流浪狗在这里啊 我也不知道 你别碰 这两头狗有点不太对劲 我给房医生打个电话 让他们过来看看吧 你怎么会有人放两只流浪狗 在你宠物店的门口呢 我也不知道 可能看这里是宠物店 所以就放这儿了吧 刚才房医生的人说 这两条狗有可能得了狂犬病 是 不过 还要等检查结果出来再说 还好没事 是 我先进床了 小几十瓶 您塞 我还是陪你去看看医生吧 不用了 我一会儿去打药就没事了 好